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香港有一位导演偏偏就是他戴着一副黑超才被人认得 无论他在片场还是出席各类的典礼必定戴着一副黑超 而他的电影镜头也都好像他的黑超一样神秘而有暗藏玄机 影视在表面的是光怪陆离 渗透在里面的就是坚定执着 黑超和镜头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两种镜片 在这两种镜片的背后究竟又有什么故事呢 他是金像奖和金马奖的常客 也是国际电影舞台的宠儿 他拍片没有剧本 但是就被奉为艺术片大师 生活中他黑超不离身 电影中他用镜头否释人性 电影诗人黄家卫正在继续 电影《一代宗斯》的编剧周静之接受媒体专访时 曾经说过一件事 他是有一次跟着黄家卫坐火车去东北 整个车厢的人没有人认得黄家卫 而他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带着黄家卫去旷街买家具 也从来没有人认得黄家卫 只有一次 有一个老板娘 看着黄家卫看来看去 你总是好像一个人一样 最后都是认不到 对于这个文明已久 知名度极高的香港导演 在公共场合出现 竟然没有人认得 未免有点奇怪 但是当你仔细想一想的时候 答案又很简单 因为他没有带黑超 说起黄家卫 一个黑超男的形象就会由然而生 一米九高的身高 经常带着一副黑超 在各种场合出现 即使接受电视台的专访 他一样带着黑超面对主持人 他说有一次 他在接受访问前15分钟 才发现不见了一副黑超 找到整个办公室都找不到 没有了黑超 黄家卫就宁愿取消访问 幸好 最后由他助手飞车回他的家 才可以拿另一副黑超回来 搞得如何 黄家卫为什么黑超不离身呢 有人说他是为了扮哭 有人说他是为了除了黑超之后 就可以和太太子女出入公共场所 都没有人认得到他 众说纷纷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黄家卫1958年7月17日在上海出生 1963年跟随家人移居香港 1981年 黄家卫在香港理工大学毕业之后 考入第一期无线电视编导训练班 毕业之后就加入TVB 从事电视制装 黄家卫由1982年开始 独立编写电影剧门 1988年 黄家卫电影生涯第一部自编制度的 旺角卡门一上影就引起弓烈回响 黄家卫一约成为香港当时新锐导演之一 随后 黄家卫的编剧并且执导了 《亚非正传》 《东邪西毒》 《春光诈舌》 《重庆森林》 《花样年华》等等 都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经典电影 令他跻身国际顶级导演的行列 黄家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香港最具影响力的编剧之一 黄家卫从事文字工作 有长期熬夜写夜的习惯 令到他的眼睛对光线非常敏感 于是他就要经常带着黑超 但黄家卫的黑超还隐藏着一个浪漫的故事 1980年黄家卫大学毕业之后 一直没有找到秤心的工作 无奈之下 只好在九龙一间牛仔库专卖店做售货员 也因此邂逅了他的初恋旅游 可惜好景不常 女朋友因为要去英国继续升学 在电话上跟黄家卫提出分手 失恋对黄家卫有一定的打击 朋友见他那么失落就在他在酒吧里散心 在酒吧里黄家卫说 他的爱情来得快又去得快 他还讲笑地说 在这一刻开始 第一个进来酒吧的女人 我就会追她 说时迟那时快 一个带着黑超的女人就在走进来了 黄家卫和朋友开始说笑话 这个女人今晚还带着黑超 只有三个理由 第一她是盲的 第二她是扮演的 第三她是失恋 不想被人看到她是哭的 那些朋友就很好奇地问 你觉得这个女人是哪一种呢 黄家卫就答失恋 其实失恋很平常的嘛 为什么这样呢 谁不知这个女人听到 她就一句得过来 失恋的人应该是你吧 说完就除了一副黑超 对着她们笑一笑 这个女人你知不知道是谁 她就是后来黄家卫的太太 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五年 陈以近和黄家卫共鞋连礼 结婚之前 陈以近就特意送了一副黑超给丈夫 她说她经常熬夜 对眼睛适应不了日头的光线 我不想被人家看到我老公疲倦的眼睛 从此之后 黑超和黄家卫如影随影 黄家卫对黑超执着 对镜头都是 那些消逝了的岁月 彷彿隔着一块 積着灰尘的玻璃 看得到找不着 她一直在怀念着过去的一切 如果她能冲破那块 積着灰尘的玻璃 她会走回 早已消逝的岁月 这是黄家卫编导的电影 《花样玄华》的结尾节目 那块積着灰尘的玻璃 某种意义上就是黄家卫的电影镜头 看得到, 找不着 也正好是黄家卫电影中的 人与事, 花飞花, 舞飞舞的蒙蓉气氛 黄家卫热冲表现的人生百态 在她的镜头之下一一呈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因为这样有些影评人 评论黄家卫做电影的痕迹太重了 但是这种做又有些不同的东西 在里面 这种东西就是黄家卫式的自我、自恋 和自我封闭 而这些东西也同时散发出一种 颓废忧伤的迷人气质 《亚非正传》描述了一位孤僻 贯益青年的内心世界 真实呈现了香港普通青年的生活环境 和社会状况 电影当中 那个著名的譬喻 《无脚了》 这些不关你事 总之一天你不告诉我 我一天都不会心死 大家一直看下去 始终有一天我要你亲口说给我听 谁是沙黄 其他人说给我听 我不会不痛快 我一定要你亲口说 除非你死了 由《亚非正传》开始 《独白》一直是黄家卫电影的核心 《独白》可以丰富画面 可以扭曲画面 可以令角色自我调虚 但是黄家卫的《独白》 经常带着强烈的 异化或者陌生化的效果 令到影片的情节碎片化 不过 导演最终都会将影片的主题 回归到现实中人的情感 比如1994年的《东邪西毒》 由黄家卫编剧《执道》 梁朝伟、张国荣、林青霞、张曼玉 等等巨星主演的《东邪西毒》 人家说《独白》 什么《最孤独》的气氛 给人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黄家卫在《绝美》中展现凄浪 大多数人因为各种理由行走江湖 大多数人也因为爱情 又经历了不停的拒绝和被拒绝 而在重庆森林里面 黄家卫又继续讲述 拒绝和被拒绝的故事 在重慶森林里面 警员金城武最執着的东西就是菠萝罐头 凄凉的是吃足一个月菠萝罐头之后 他和女朋友的爱情都是过了期 金城武的领悟就是自己在女朋友的心目中 只是一罐菠萝 他的领悟就是 好好地一直吃厨师沙律就好了 为什么要转吃炸鱼薯条呢 其实厨师沙律原本是高档餐厅的精致食物 现在已经快餐化了 快餐化之后的厨师沙律 原来就和炸鱼薯条以及披萨一样 变成一种轻快散变的口味选择 而爱情的选择 也都一如快餐店的食物一样 目的地女朋友周嘉宁爱上了第二个人 虽然后来周嘉宁说留了一个后备机位给她 但是电话留言被未来空姐王妃洗了 王家为表现压抑郁爱情的电影 还有《堕落天使》 在这部电影里面 黎明饰演的杀手想安定下来 但是就被失恋的女角色害死了 杨彩尼饰演的角色 在失恋重伤之后 姚身变成空姐 又有新男朋友 也都算是重新开始生活了 至于金城舞饰演的雅仔 又失恋又丧腐 但是在电影的结尾 她仍然会说 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任何和人磨擦的机会 有阵子还会搞到头破血流 理得她 开心就行了 这股傻气的感情 执着 有点幼稚 但是总比彻底悲观好 后来的春光诈舌 更加是将爱情的拒绝和被拒绝 延伸到同性之间 王家慧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 同性戀的爱情 和一般异性戀的爱情 并没有两样 王家慧只是借用 同性戀的另类电影题材 来追述情感本身 王家慧要的只是一对戀人 然后继续讲述她的爱情主题 分离、重聚、再分离 在平淡中相处 琐碎的故事中反复 在痛苦、愉悦和快感中挣扎 正如春光诈舌中里面一句 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王家慧一举攀上电影事业的高峰 凭着这一套片 他获得第五十届 方城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不过春光诈舌只是小事牛刀 三年之后也只是二千年 王家慧编剧执道的花样年华 先后斩获 或者提名五个国家 包括了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 和澳大利亚电影界最高奖的最佳外语片 是至今欧美影评价 综合评价最高的华语电影之一 为什么呢? 显然王家慧风格已经成为一种电影标签 对王家慧来说 他又有什么拍片的习惯呢? 拍片母剧本 创意天马行空 充分挖挥 演员潮力 对电影艺术 咫咫以求 电影诗人王家慧 稍后继续 《天马行空》 王家慧拍电影 《天马行空》 《徐心所欲》 很容易令演员摸不着头脑 其实王家慧在片场拍片时 根本没有剧本 几乎想到什么就拍什么 当然了 一方面因为王家慧自己就是编剧 脑子里面已经有了整个故事的初影 另一方面 王家慧作为导演 很愿意给演员最大的发挥空间 但是梁朝伟曾经说过 王家慧的作品 由内之外 全部都是他个人的东西 无论摄影、美术、演员 全部为他服务 不过梁朝伟这么说 为他服务的意思 并不是贬移 梁朝伟认为 王家慧电影里面 所有的元素 都是电影里面 缺一不可的要素 而组合在电影里面的时候 每一部分都带着一个标签 王家慧制造的标签 据台湾演员张震契述 他当年接受王家慧的邀请 出演春光乍舌的一个背包客 初初试镜的时候 他问关于角色的问题 王家慧只是播了一只CD给他听 然后告诉他没有剧本的 你只能根据音乐的感觉自由发挥 在和王家慧合作的初期 梁朝伟也很难以适应 这位鬼才导演的风格 有一次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说 我不知道结局是怎样 也不是怎样看剧本 导演叫我怎样演 我就怎样演 而王家慧就回应 韦仔只要照着我想的东西去演 就可以了 由阿非正传开始了 王家慧在拍片的时候就没有剧本 只有一个故事提纲 和场景概括 人物角色 都是在拍摄的过程 慢慢塑造起来的 据一些媒体报道 《花样年华》的最初来源 只是因为王家慧和张曼勇 已经好几年没一起拍戏 所以有一天他们商量 拍电影 后来找了梁朝伟参加 然后王家慧再想 如何去找一个最适合两个人演的题材 王家慧认为梁朝伟和张曼勇的气质之中 有一个共同的味道 于是他决定了六十年代的题材 接着就砌一个框框 故事就一路边拍一路边想 电影上映之后才知道这部影片最终的模样 王家慧的做事方式 首先源自一个概念 然后到实际行动的时候 大家互相摸索去发展这个故事 正如梁朝伟所说的 他的工作方式 是先这里拍, 那里拍 压拍卖卖很多东西 但依然知道要拍什么 但就从这些东西当中去找故事 但是梁朝伟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折磨 他说作为一个演员, 这件事是好事 他用四十万尺胶片来拍 其中三十万尺是给你拍 你说夸不夸张 但起码角色会在变化的过程之中 慢慢变得立体 而这样又会比较容易给你一份剧本 要花整个月去拍 王家慧善于发掘演员最好的一面 张万玉由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没有跟王家慧合作 一时之间都不是很习惯 找不到感觉 总是向王家慧问这样问那样 所以被王家慧笑他是问题少女 《花样年华》里面 有一场梁朝伟和张万玉的偷情戏 王家慧要他们哭得很厉害 又表现出很好笑的样子 结果拍了三天 什么都拍不到出来 最后都没用到 希望大家喜欢更好 还是 millions 当然 那个日期 可 妈 凌着鲜明强烈的个人风格 王家慧最终站在世界电影舞台之上 作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棋手 他不但只是在艺术上有成就 超越了前辈 更加将香港电影就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张旨意说 王家慧是为电影而生 他是用生命拍电影 很少有导演像他那样 在国内电影产业火速发展的环境之下 他依然对电影的追求做得很极致 美国著名影评人查理·考利斯 将王家慧誉为世界上最浪漫的电影诗人 王家慧诗一般的电影语言 稳定而单一的电影主题 另类大胆的镜头表达 恰到好处的电影配额 令到他的作品别具一格 王家慧电影成为了时尚流行的符号 亦都被贴上独端独行的标签 与当下内地电影相比 王家慧的电影少了一些浮躁 多了一些沉寂 他总可以令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 换起内心的共鸣和思考 好了,多谢收看这期《香港故事》 我是麦润秀,下期再见 你想知道? 我们来比大小 赢了,我告诉你 waa,我给你 u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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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别感谢合作多年的徐克造演 因为有他天马行空的创作灵感 和对电影制作的认真 才会有这么多优秀的电影制作 正如吴雨昕是全世界公认的暴力美学大师一样 徐克就是举世公认的武核片大师 他的《笑傲江湖》系列 《黄飞鸿》系列 去到近年的《龙门飞隔》和《神探敌人杰》都叫好又叫座 而《自取威虎山》这类题材 徐克就说 这个是他一定要拍的电影 因为他要完成一个承诺 究竟是什么承诺 令到徐克念念不忘呢 四十年的缘分 二十年的坚守 从电视到电影 只是为了完结心中一个童真的电影梦 《情意合客》 徐克正在继续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徐克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曾经去帮华人街坊播电影 无意之中播了京剧《自取威虎山》 由那时候开始 徐克就有一个 要将它改编成电影的想法 上世纪九十年代 有一次和谢俊导演吃饭 对方邀请他来大陆拍戏 还问他 如果要拍会拍些什么 徐克立刻就说 拍《自取威虎山》 但是直到2008年 谢俊过身 徐克还是拍不成 这件事慢慢在他的心里 形成了一个负担 直到2013年 徐克才兑现到他的承诺 在徐克的镜头下 说杨子荣是睿智、豪气、幽默、坦言 对于上司 他会不听话 不服从 所有的行为 都只是服从于自己的良知 和对是非的判断 这个即是徐克现在的心态 也是今时今日 社会最缺乏的东西 在香港电影这个江湖 徐克身兼 导演和监制 而且还是电影公司老板 无论哪个崗位 他的影响力都是举足轻重 以导演来说 他是一个备受推崇的风格家 敢于创新 以监制来说 他是强势监制 另外 他成立的新视角特技工作室 对香港电影贡献重大 但是 要说到徐克对中国电影的历史性贡献 最重要的就是 对传统武俠电影 黄飞鸿形象的重新诉讼 在徐克和李廉杰合作的黄飞鸿之前 香港电影里面 黄飞鸿这个题材 已经是拍无可拍了 而香港人对黄飞鸿的印象 一直都是那个精神健旺 不久言笑 伟岸正直的老人家 黄飞鸿或多或少 胜在着徐克对历史的反思 这一点 在人物背景和性格设置上 可以看得出 十三二留学海外 学伴中西 善良又有主杰 寓意是 不管你如何西化 如何进步和开放 根都是中国 黄飞鸿一身 温正气、开放、包容 这个形象不单被符豪化 同时有血有肉 徐克版黄飞鸿 成功的关键是武打前契 当中的功劳既有圆和平的天分 更是因为徐克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尝试 原影里面最有名的核山无点脚 就是徐克独创人 最初这个招式被武术行家当成一个笑话 因为正宗的红拳根本没有飞脚的动作 但是徐克就是看中了这种连环飞腿 而且很自信地声称 我的电影是拍给全球几千万人看的 于是徐克找了原和平 并且设计了经典的动作效果 王飞鸿电影的问世 标志着徐克电影新武俠时代的来临 王飞鸿电影和传统武俠不同 他强调的是以民族冲突 和个人成长的互相结合 构建出一个圣大壮观的江湖世界 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有武俠这件事 而武俠也来源自一个很长远的背景 有千多年历史中 我们去用某种方式表达 我们对我们生活的环境中 追求一种浪漫的思维方式 我们拍电影就是记录 我们自己故事的其中一个方式 武俠就是在记录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一些很重要的文化特色 对于徐克来说 江湖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个 复杂的社会形态 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牵涉到很多社会的元素和条件 正如《笑傲江湖》里面说 有人就有恩怨 有恩怨就有江湖 在徐克的江湖里面 人是没办法躲起来的 对于那种选择避世的江湖人物来说 退隐只是一个愿望 与世无争 笑傲江湖 这样的心态 都反映出徐克自己的愿望 与理想的境界 所以武俠 亦都反映着我们这一年代 对很多事物的看法 很多对事物的价值观 和一些我们追求的浪漫和梦想 所以武俠其实是一个 和其他的类型电影不同 在世界上来说 武俠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 相当独一无二的表达方式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拍好无论片的话 也等于将中国电影拍好 武俠其实每个人的心目都可以理解 从不同的东西 每个男人都有一个武俠的梦 不同年龄段的时候 这武俠两次的梦都不一样 徐克曾经在访问中提到 近年比较从中国古代传统里面 发挥题材 是因为中国传统有泥土性 而由于古代距离现在很远 更加比人浪漫的感觉 拍古代的人物比较单纯、原始 而且容易唤起我们心目中既定的印象 曾经和徐克合作过的音乐人黄占 觉得徐克要求极其无利 但他也认为 正正是徐克将他最好的一面发挥了出来 黄占是少数敢批评徐克的电影人 他觉得徐克如果不是那么反复多变 成就会更惊人 徐克这个有缺陷的天才 如果可以改善自己 所以艺术水准一定可以提升到更高境界 香港著名摄影黄岳泰 剪接墨子线都有同样的想法 而在这些倒除人的背后 有一个女人就选择一直默默支持徐克 究竟他是谁 他的武侠 亂世中正邪相争 爱恨中情治独人 情义恶恶随刻 稍后继续 百年相降 沧桑巨变 无数奇迹 再次上演 以独特视角 看香港发展 揭秘经典人物背后的故事 探寻狮子山下的 香港精神 我是慧如 与您相约香港故事 1984年 徐克帮新艺城影业公司拍戏 而且有很好的票房成绩 但是就觉得很厌倦 他觉得新艺城 只是肯拍千万票房的喜剧 但是就不愿意做其他新的尝试 为了可以在创作上得到最大的控制权 徐克就和太太施南生自组公司 取名电影工作室 第一部电影 就是由金公主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出钱拍摄的《上海之夜》 年轻时候的施南生 身材高跳还生得很漂亮 一直在大机构做高级职员 上世纪七十年代 曾经任职在无线、港台、街市和泥迪 八十年代成立新艺城 和各路人马都很熟 做事风格爽快有效率 一九七八年 徐克遇到施南生 经过同事撮合 两个人开始正式拍拖 两夫妇成立电影工作室之后 徐克负责做导演拍戏 施南生就负责拍电影以外的 融资、发行和宣传 之后两个人就一直被圈内人视为神仙劝嫂 八十年代初的移民潮 曾经对徐克带来一些感情波动 他觉得很可惜 好像中国人都要走、要分手 分下分下就习惯 甚至好像正常生活一样 一个民族对流浪的习惯 不断地浪跡天涯 我就是凭那个感觉去拍《上海之夜》了 这部电影有双重的怀旧 一方面追溯三、四十年代 动乱时代里面 中国人流浪的仓良身世 另一方面 又指向八十年代初 香港人的离散经验 我觉得香港一直以来 我觉得特殊的地方就是香港人 因为香港人 我们无论是在四零年代 或是六零年代 移民来香港的人 他们很强烈的就是生命力很强 他们的生存能力 一定是比很多地方都强很多倍的 所以他们的适应度 他们吸收资讯 或者他们应变的机制 都是很不凡的 所以因此香港人是带着一个很特别的机智 幽默和他的效率 徐克1951年出生在越南一个华侨大家庭 家里有很多亲戚 兄弟姐妹 一共二十多人 每天都过得非常热闹 中学阶段 徐克搬到香港 1964年某一个早上 他一个人坐车 路过香港的丽星戏院 熟悉的戏院场景 让他想起带给他 无限快乐时光的越南 他下车了 那天戏院早场电影 是黑澤明的用心棒 银幕上的电影 令到徐克力久不满 能够令人在看电影的时候感受快乐 是徐克最大的心愿 这个也是徐克对电影执着的初衷 我喜欢电影 是因为它给了我一种力量 令我对生命 对自己 对朋友 都充满希望 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幻想和梦想 我希望可以在银幕上 表现我的感觉 和大家一起分享 1979年 徐克拍了个人第一部 大银幕作品《蝶变》 蝶变取材至中国武林 但就有西方未来主义的色彩 人物造型中外合璧 多有藏意 全套电影 杨逸柱对存在主义的忧虑 是极具叛逆色彩的其余作品 之后 他连续推出了两部电影 《地獄无门》 和《第一类型危险》 虽然飘放平平 但当中 经历的风格 令徐克成为 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之一 创意是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令到你的作品 有大有强烈的 自己真正的感受 很多人认为创意 一定要跟别人不同 但我觉得不一定 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 和他的构成 他的性格 和他的背景 都很不同 只要他真的要相信那件事 真的要表达那件事的时候 我相信他自然就会有 一定程度的创意 徐克的电影能够打动无数观众 除了是才华 更重要的都是一个情节 徐克为《上海之夜》 安排了一个预言式的结局 电影的结尾 男女主角在矛盾、彷徨、 惆怅之后 一起离开上海 坐火车去到香港 过新的生活 两个人走了之后 邓仔在街上遇到一个 和他一模一样的乡下女孩 好像兜了一句圈 邓仔又回到他的起点 这个似乎是徐克对于香港 徐克人生的第四部作品 《鬼马自多星》 口碑票房大收 当中新荣、豪华的喜剧风格 为他赢得1981年金马奖最佳导演 《鬼马自多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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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inner is 徐克先生 之后 徐克的最佳拍档之女皇密令 更创下三千万票房的记录 而新熟山建合传 就在引入荷里活特技专家的同时 培训出一批本土电影特技人 奠定了日后香港动作特技的基础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 徐克和施南生 都是在圈中供应的最佳拍档 徐克不善于交際、理财 而在这方面 相当有能力的施南生 自然成为他的管家婆 令他可以更加专心地创作 在生活上 施南生喜欢叫徐克做老爷 为了做出更好的电影 徐克利用他的声誉和魅力 营造自己的神秘形象 表现不用休息的工作能力 更加带着黑超 留着羊背桑 穿梭在各大电影公司和工作室之间 2007年9月 徐克、施南生再传婚姻危机 徐后施南生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 否认传闻 两个人还一起出席了好朋友 钟楚雄老公朱家鼎的追思会 粉碎摇演 2008年3月有媒体爆出 徐克和施南生早在半年前 就已经签了离婚协议 针对这件事 徐克在接受央视 艺术人生栏目访问的时候表示 除了父母之外 施南生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而对于分辨传闻 徐克的观点始终无变 个人的私生活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 他和施南生已经早有默契 不回应就不会有新版本 虽然两个人已经秘密离婚 但依然是工作上的好拍档 施南生还在徐克几部新片里面 担任监制 邀请明星 谈投资 甚至连戏服场景都一一过问 为新片奔波 认真又执着 两个人从来没有对媒体透露过 分手的原因 双方都没有说过对方一句坏话 很多劝众人曾经认为 徐克一旦没有了施南生 日子不会好过 但是徐克用多部票房口碑 伤丰收的大片做出了回应 踏入二十一世纪 徐克几部电影表现不如仁义 在对徐克创作力衰退质疑的时候 敌人结枝通天帝国出现了 这个 这个 难道暗示着 徐克又一次回归功夫片? 江湖恩怨 哀恨情愁 情愿合格 一起现身 而就在敌人结劇组来之前的一天 徐克早就到了电影节的现场 他这个行动的目的 就是为了一个人 究竟是谁呢? 二十个小时后 在电影节最隆重的 《丽都电影公》 在全世界影迷注视之下 香港另一位重量级导演 吴雨昕 即将获得类似人生里程碑的奖项 终身成就金司奖 徐克和吴雨昕的友谊 由来已久 他们相识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刚刚认识的时候 他们的事业才起步 当时徐克还未拍电影 吴雨昕就已经拍了两部电影了 当时 吴雨昕代表家和公司 说服徐克去拍家和的戏 虽然徐克没去 但是就和吴雨昕做了好朋友 那时候 他们有空就去酒吧 喝便宜的红酒 吃烟 说一下电影 说一下自己对电影的梦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吴雨昕陷于人生低谷 在粗浪造的喜剧片之中 消耗自己 当时已成立自己电影工作室的徐克 慷慨地把本来打算自己拍的剧本 让给吴雨昕 这就是影响一代青年 开创港产英雄枪战片风潮的 英雄本色 最佳导演是英雄本色 吴雨昕陷于人生 他跟我说我应该要退休了 我那个时候38岁 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就很伤心 徐克听到就很愤怒 那后来他听到有人对我这么说的时候 他就在众人面前说 即使我拍英雄不是 就把导演让给我做 然后他来针去 他来帮我做幕后 那个其他的设计啊 找工作人员 然后他就建议我 把我当时的感受 别人怎么说我 我心里面怎么想的 我想要说什么 说到心里面 我发誓以后 都不会被人用枪指着我头的 我失去了三年 我等一个机会 撑回头去 不是要证明告诉别人我 喂 只想告诉别人 我不指着他赢 我将自己拿回 随着英雄本色 创造香港有史以来 最高票房纪录 徐克就打铁趁热 想开拍续集 吴宇森就不想这么急功近利 于是 徐克干脆叫《危康》 将吴宇森的原剧本 大刀斧斧地改 小马哥 无端多了一个妈生弟弟 虽然英雄本色二 票房不错 但是吴宇森和徐克 在创作上的分歧 就越来越明显了 有一阵子 吴宇森一年提出三个拍片计划 碟血伤红 中横四海 碟血街头 都被徐克一一拒绝了 吴宇森没有戏可以拍 也出于对徐克的忠誠 不肯帮其他公司拍 结果一度窮到要找周润发借钱 碟血伤红 干脆就由周润发 找投资 而徐克和电影工作室 只是挂名 这次之后 吴宇森和徐克就正式分开了 值得一提的是 和一般反目必然承受的常人不同 儘管吴宇森和徐克之间的格核 人所共知 但是他们又从来没有发表过 任何指责对方的言辞 相反在公开的场合 他们一直彼此表示 对对方的赞赏和肯定 姓姓相识的他们 三十年始终坚守在江湖 相望在江湖 再次回到威尼斯那一刻 会场里面响起最热烈的掌声 观众都起立鼓掌自敬 老友塔伦天奴已经高呼 我最爱的吴于心 健步走上台的 正正就是那个永远带着燦烂微笑 敦厚的吴于心 随刻走快几步 握着老友对手 送上自己准备好的祝福词 一段是见证他们并肩作战 青春情义的台词 英雄本色里面 小马哥的一番说话 我要争一口气 不是想证明我好厉害 我是想告诉人 我只想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 随刻回忆起那阵的心情 说到和吴于心就好像昨天刚刚认识一样 眨眼就33年 而且我和塔伦天奴一起颁奖 真是很好笑 因为塔伦天奴和我们的关系都很微妙 因为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电影 令到他对香港的电影产生兴趣 谢谢 谢谢 今时今日新武俠时期已经出现疲态 武俠电影曾经是大片的不易选择 但是武俠序事了无新意 模式又难有创新 新武俠时期也即将成为历史了 有人将荷里活的Michael Bay和徐克比较 说徐克是影像视角的革新者 由徐克引领的新武俠电影时代 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无论如何 我相信徐克是不会停止继续创新的部分 多谢收看今期《香港故事》 我是麦远秀 下期再见 大家对陈可新的印象 始终是那个戴着圆框眼镜 灰白飘日长发 说话很酷的香港导演 其实陈可新出生在香港 成长于泰国 游走于荷里活 现在来到大陆 虽然他有多文化的成长经历 但是在他的电影里面 始终将自己看成非常香港化的电影人 就是这样 一个非常香港化的电影人 2013年拍摄了一部 讲述内地创业的电影 《中国合伙人》 很难想象 一个来自香港的导演 怎样可以拍到 内地上世纪80年代的创业故事 拍得这么好呢 陈可新凭着中国合伙人 不单只取得高达5亿的票房 更加得到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 成为香港导演第一人 也是第一个完成台湾金马奖 香港电影金像奖 以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大满贯导演 电影《中国合伙人》 是一个有关失败者 走向成功的故事 电影讲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三个代表不同类型的青年 土别、海归和焚青 他们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趋势 成功创办新梦想英语培训学校 但是因为理念不对 最终都是分道扬标 你现在还是个失败吗 我们将改变世界 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死产烂党 滚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USA? 美国人,你需要我? Sorry 在陈可新的角度 虽然八十年代的香港 和九十年代的北京并不一样 但是两个时代的状态 内在情怀就不伐相似 电影里面洋溢着青春和梦想 友谊和背叛 成长和回忆 从音乐、服装、场景、语言 甚至是每一个情节都能够勾起我们 对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记忆 中国合伙人里面三个角色人物的原型 被认为是新东方学校的三位始创人 而陈可新自己就说 邓超扮演的孟晓俊 更加像是他本人的缩影 所以变成邓超这个角色 是我投入最多个人的感情 其实我演的那段就是他在纽约的经历 12元 是的 好的 她的小费就要等 适应拿了小费之后 她再分给你 你让我的生命更容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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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老女人就这样过去 你过去那老女人身边 她就跟你说 以后前途无限 这里头 她们都在这里面一辈子 然后她就拿着小费之后 去说 有个人要想 因为她不能给你 你就拿着你的钱 你就 镜头在你 1962年 陈可新出生于香港一个泰国华侨的家庭 爸爸陈同文是一位电影片剧 关于爸爸陈可新说 我从小到大看到爸爸每次去香港 都是为了一个梦想 就是做导演 但是就不停地受到打击 就算是这样 爸爸仍然会 好像对待非常好的朋友 那样 将要拍的电影告诉我 他说故事那种眼神 就算好几日没睡 都仍然会很兴奋 虽然这些想法最终没有拍成电影 但是正正是受到爸爸的影响 令到他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陈可新十三岁的时候 陈同文的导演梦想最终破碎 带着全家回到泰国定居 陈可新说 他整个中学时代都拒绝讲泰文 在同学之间显得格格不入 每个星期最大的盼望 就是去唐人街买香港报纸 香港是他的避风港 而美国就是他的精神家园 五年之后 陈可新独自前往美国留学 去追求爸爸未完成的电影 中国合伙人里面 不少的桥段 就是来自他的那段经历 七十年代末的陈可新 就好像八十年代末的孟晓俊 不单只坚信自己会去美国 而且一定会拿到美国身份 那天也心想 也没想到 然后他让他拿衣服 说小俊有什么衣服 我那个发型 应该是穿越后期的西装 说有孟晓俊大学 去扯得很远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完蛋了 现在下去怎么办 这个头发 然后眼镜在不在 眼镜在 夸把眼镜戴上 我有书嘛 所以我拿本书 也是临时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我夹个书 就从那开始 非常慌乱什么的 从那开始开机走 哗走过去 导演就不响了 就在那个时代广场 哭得不响了 最后那天 没问题 他说就是这个镜头 我一下子哗一下子 他说这个就是小俊 可能他是看到自己 因为这种个人 外在环境的不断变化 令到陈可新一直觉得自己 是一个外来者 每次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他会尽量了解当地的游戏规则 融入或者妥协 沉住戏学习 学习站在对方的角度 培养了一种自觉 融入当地环境的能力 这是陈可新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这样的身份认同 在陈可新的电影里面 多多少少都有些体验 他的电影都总是离开和回来的故事 那种漂泊感和异乡情结 挥之不去 陈可新的美国梦 只是发了三年 虽然家境小康 但是在美国读电影专业 对陈可新的家庭来说 仍然是很大的负担 虽然他入了电影文明的格兰代尔大学 但是他读的竟然是历史系 八十年代初 陈可新未完成学业 就回来香港 直接加入电影行业 那时候香港经济逐渐平稳 整个社会进入金碧辉煌的暴发户时期 这个时候的陈可新 甚至在香港不能够看雜誌 不能够买东西 看什么都是老土 二十年后 来到北京的陈可新 看着鸟巢、巨蛋等等 细出灵魂的建筑 都觉得似曾相识 陈可新有一个有趣的比喻 他觉得自己更加像内地的八十后 从小怀旧的陈可新 来到内地之后发现 八十后是怀旧的主力军 他最初觉得有点奇怪 才只有三十岁有什么资格怀旧呢? 后来他想通了 因为八十后是成长里面的 中国第一代中产阶层 正在建立自己的价值观 开始喜欢和自己有关的现实题材 当陈可新看到雜誌上 大logo的车子品逐渐变少 一些古董车、古董标 慢慢在八十后的生活里面出现 他开始找到一种香港九十年代初的感觉 他说那是香港最好的时代 是经历了布法户审美之后 成就了社会开始磨练出来的品味 一九九一年 陈可新收到他的首部电影《伤城故事》 之后 他和凭着这部电影 获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曾志伟 一起联首创办UFO电影公司 制作一连串主打人民情怀的电影 亦都开创了他的 有些惆怅 但是基调明化的电影风格 其实年轻导演 就肯定是拍身边的感觉故事 因为你还没有那么有经验 你就不会拍很多很花俏的东西 你只会拍一些比较感觉上的东西 不是 不是 你根本就想骗我 你根本就喜欢他 那段时期 他不怕流行的动作片 警匪片 亦都不愿意为艺术而艺术 只想制作很贴近生活的东西 在陈可新的角度 能够将一个故事讲得很温暖 又有真实感 是令人很兴奋的事 忍接着1994年 陈可新拍摄的电影《金枝玉叶》 在香港卖座成功 公司希望他拍续集 但是陈可新和公司说 如果一定要拍续集 就有一个条件 就是让他拍一部小一点的电影 究竟是什么电影 令到陈可新这么着迷想拍呢? 这部电影的名叫《甜蜜蜜》 它描述了一对来自内地移民到香港的男女 发生在两者之间有关机会得失的故事 四个月之后 甜蜜蜜史无前例地大获成功 破天荒地赢了九项香港电影金像奖 创造了至今都没有人打破的纪录 那时陈可新三十五岁 也许我们还会见面的一天 不是你 九十年代初 其实整个市场都是武侠片 英雄片 就是黑社会片 所以变成有一个导演在拍爱情片 而这些电影又不是纯文艺的 就不是没有市场的考虑的 结果因为我也本身的电影都非常有市场考虑 也有明星等等 观众认定好像是我的一个风格 但是很快 陈可新和曾志伟合组建立的电影公司UFO 遇到经营上的困难 公司组建的合伙人之间 因为理念不同而分度揚标 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面 农村来的土别 成东清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而有美国血统的海龟精英 孟耀俊 就竟然是二把手 陈可新说他偏爱孟晓俊 一个留着精英血液的人 但是在这个土别书写成功的现实里面 陈可新也慢慢认识到 成东清是历史的选择 为什么要上市成为No.1 这是什么 就是这个 你从来马带装起来还会什么 难道你什么人认为我这么做 是非我自己 土别的身段不高 更加能够忍耐和平衡 而且更加能够 在不应该说话的时候 就不说 陈可新 我们来美国干嘛 陈可新更加像孟晓俊 孟晓俊什么都这么说 而陈可新就是病态地 不能够不说话 而且不能够不说真话 这种人是最倒霉的 因为他把底牌都交出来 成东清在演讲的时候 就是大家喜欢听什么就说什么 现在很多企业家 一直说着非常激情励志的说话 也不能够说他们在骗人 但是谎言的最高境界 是说到最后 连自己都相信了 谢谢大家 金枝玉叶票房大获成功之后 香港电视台TVB用了一千万港币 而一次过和UFO 购买了九部影片的播映版权 对于现金周转困难的公司来说 真是雪中送贪 令到陈可新喜出望外之余 公司再不会为现金烦恼了 但是曾志偉竟然做了另一个决定 用这笔钱买楼置业 曾志偉告诉各位合伙人听 电影企业没有靠电影赚钱 但是最后赚钱的那些公司 都是靠地产 就算陈可新私底下 已经说服了其他合伙人 但是入到会议室 当曾志偉提出表决的时候 其他人都是举了手 UFO位于九龙堂的小洋房 当时总值二千万 TVB的版权费做了首期之后 公司在拍片资金紧绝的情况之下 又多了一千万银行贷款 原本每个月五万的行政开支 变成十万月工 那段时间大家都充满了很多怨气 随着公司被家和收购 物业亦都以千万作价出售 这一次地产投资 惨败收场 最后大家搬到了大楼的时候 陈可新既没有愤怒 亦都没有唏嘘 1998年 陈可新来到世界电影的中心 《荷里活》 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 亦都是唯一一部 《荷里活》的电影《情书》 虽然延续了它一贯清新文艺的风格 但最终 都是摆在当时外国人 所热冲的动作类港片 对于那段日子 陈可新说到 去美国 发现美国有制度 但比香港死白 自己完全没有话语权 现成的剧本 现成的演员 拍戏是舒服的 朝九晚五 面对他们的业界文化 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去找谁谈 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 2000年 陈可新由《荷里活》回到香港 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制作高品质的亚洲电影 就是他的目标 他说 与人家的唯一分别 就是自己的坚持 坚持创作力 自己说了就是了 由美国回来之后 他开始在香港推行泛亚洲策略 还先后参与制作春世、三更 和金鸡等等的电影 但这些影片 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票房 随着内地电影市场的繁荣 更多香港导演都去了内地 追求电影梦想 陈可新也成为了当中的一份子 2005年 他和内地合作拍摄《如果爱》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还入为《奥斯卡》 但从陈可新的角度来看 《如果爱》 其实就是甜蜜蜜的歌舞版 片里面的爱情主义 和三国关系 几乎是照搬出来 他深信 只有迎合市场的潮流 才有生存的空间 《如果爱》 在内地2500万的票房 令到陈可新意识到 北上似乎还是拍武俠大片 更为有利 紧接着他的出品《投名状》 和《十月围城》 拿了两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 《叫好又叫座》 陈可新说 这些电影都是商业大片 电影的包装 文艺电影的内在核心 是去满足我的创作 其实所有大陆的观众 其实在内地看电影 其实都是看电影 那一年只有 那么一两部戏去欣赏看 那那一两部戏呢 肯定就是大的不得了的戏 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 我不能再重复 一个小型的爱情片 你多好看都没有 因为要到内地拍《如果爱》 本来是一个爱情小片 加了歌舞 就变成好像大一点 再拍的时候 其实就想怎么样把这个荧幕 就是大的荧幕 再去充满一点 使到观众会觉得 我需要再欣赏看 那么除了找明星 李连杰 刘德华 金城武 这个是一个方法 就是很少 就是一个三个 那么一线的明星 一起在演戏 但是更重要是 你还是得把他那个背景归搭 所以本来拍了以前那个刺马 本身也不是一个那么大的片 我就加了很多历史观 当时的那些政治啊什么 在后面使到那个电影更有历史感 那么就变成一个大片 结果那个戏在内地就很成功 你投名状拍了 结果没拍到打 其实海外很多观众就觉得不满意 因为其实大家真的看字幕 看文片文系的观众 其实还不是主流的观众 因为外国人老实讲 看中国人的东西还是看打 那么所以呢 就觉得这次真的要拍不打的片 那找了真子丹等等这些 在市场上 包装上 在观众来看 肯定是个武打片的东西 但是当然里面也得放回一些 我自己的个人的诉求 其实每部戏都是因为 当时的一些需要而去变 也不是说我就想做一个全能导演 我就要拍这个然后拍那个 永远没有这个想法 这部有某种创新意味的电影 就遭到片房和口碑 双重失败 也源源低于陈可新的目标 他甚至认为 这是自己所经历的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陈可新因此进入了一段 很长时间的疗伤棋 武俠的失败令陈可新陷入极度自我怀疑 这位以活地亚伦为偶像的导演 为了迎合内地的大片市场 拍了六年的古装片和动作片 一直很吃力地借那些故事 讲述自己的价值观 终于在2011年的武俠之后 陈可新心力交税 刚刚来到内地拍片的时候 陈可新40岁 他怀疑一切 但是内心开始糾结 也开始有很多问题 过不了解答不了 于是他用如果爱质疑爱情 用投命状质疑友情 又在武俠中质疑亲情 当武俠最终受到 票房和口碑的双重淪陷的时候 陈可新开始反省 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呢? 陈可新说 他这辈子也是一个非常好胜的人 虽然表面上不是 但是内心是 武俠的失利差点令他放弃 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下去 就在武俠上演的同事 刚好他妈妈病还入院 在武俠上演那两三个星期里面 病情还不断恶化 结果他的妈妈在武俠落画之前就去世 当时在病床旁 陈可新不停地和妈妈说 武俠非常好非常卖钱 令他不用担心 回想起那段日子 陈可新说到那时的心情都非常痛苦 全靠来自家庭的温暖 爱人的关怀和女儿的陪伴 令他最终都可以走出心理阴影 吴君如和陈可新拍拖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即使现在有女儿都仍然不结婚 陈可新坦然他是求过分的 那时吴君如在某一年的生日会 在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面前 陈可新拿着戒指单膝跪下 吴君如感动流泪 吴君如认为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认识是多余的 对我来讲 我觉得爱情到最后就是生活 就是习惯 两个人在一起 是因为彼此相爱和信任 而不是因为有分约的约束 于是他跟陈可新说 不需要注册也不需要扮起走 尽管没有注册 吴君如都叫他做老公 生活之中做尽了一个妻子的责任 2007年由陈可新投资三亿多的投名状 虽然获得了很多奖项 但最终因为飘房收不回拍摄成本 而负债过益 转眼间倾家荡产的他 不得不考虑租房住 一夜之间 46岁的陈可新白发激增 吴君如二话不说 拿了自己多年的存款 还买了心爱的跑车 把钱交给陈可新拿去还债 在吴君如的鼓励之下 陈可新很快就走出失败的阴影 打造出《门徒》等等多部电影 不单只赢得业界好评 收益也很可观 陈可新还清了债务 而且更加珍惜这个 和自己患难与共的女人 二十五年的爱情长跑 陈可新和吴君如依然因爱如错 过往不结婚 永远拍拖的浪漫生活 两个人之间仍然有 讲不完的话题 陈可新说 爱情到了最后 就是生活 就是习惯 对于女人 对于女人 陈可新无论有几忙 都会争取每一晚 和她讲故事 除了童话之外 都会讲历史 讲新闻 甚至一些人为的灾难 从小她很喜欢 back time stories 我就讲故事 然后慢慢讲一讲 就觉得不应该再讲故事 然后我就会开始 和她讲我的故事 后期我再拿着书 和她读的时候 她就说 No, I don't want this I want your story 电影武俠的失败 亦都令陈可新 看到内地市场 大片时代的终结 中小影片崛起的大小 陈可新相信 票房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同时她也明白 在大小未到之前 就要捱一下 于是在2013年 她转变执到 风格语异的中国合伙人 影片在内地的总票房 高达5.5亿 赢尽了内地各类主流的电影奖 总结陈可新的经历 种种转变 一如她的女朋友 吴坤于主演的电影 金鸡的主题 要生存 就要变通 近几年 中国电影市场迅速发展 不同类型的电影 都各自有生存的空间 陈可新看准了这个时机 2014年 憑着电影《亲爱的》 继续托阔题材领域 2015年2月 她的代表作《甜蜜蜜》 首次在内地公园 陈可新说 现在是我会得最明白的时候 又是碰上中国电影最好的时候 所以对未来充满期待 电影是共鸣 无论是拍大片 战争片 古装片 陈可新都希望 在戏里面 能够带入一些自己的元素 由陈可新导演和监制的电影 被称为陈可新制造 中国合伙人 令到他又重新燃起了 对电影的热成 电影预告片的最后 提出一个冷静 又发人心醒的问题 究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这个似乎都是导演陈可新 对自己的疑问 陈可新说 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人 成功的人一开始 就想改变世界 但是最后都被世界改变了 我没有改变世界 也没有被世界所改变 很多时候 成长就是纯真的破灭 只要你坚持不了 就被世界改变 老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世界尽管没有给你改变 但是仍然会变得好一点 不要认为成长会丧失随真 如何保持赤子之心 才是最重要的 从甜蜜蜜 如果爱 到中国合伙人 几十人来 陈可新电影的类别 都变化了 但是电影里表达的情绪 就没有变 温暖是底色 情感是主题 东人的故事才是根基 陈可新说 路走到这里 是我自然的选择 也是被选择 陈可新在大时代的不同文化里面成长了 又在大时代的架局里面 不断重新塑造 虽然有当下的辛苦 但是熬过之后 回头看回 其实是一种浪漫和感动 或者人生不过如此 好,感谢收看今期的《香港故事》 我是麦让寿,下期再见 在香港影坛有这样的人 他被媒体称之为香港导演中 最出色的配乐 最出色的编剧 编剧里面最出色的演员 他抱着经典配乐无数 《东邪西毒》 《新不了情》 《重庆森林》等等 都经过他的妙手生花 作为导演 他开创的现代动作喜剧 体敌了很多后人 《晴隆》 《红金堡》 都因为他的影响 选择自己的气怒 而作为演员 他从影三十多年 气怒很多,很变 无论是市井小民 陰险反派 都会令人印象深刻 堪称是观众眼中 最熟悉的陌生人 电影之外 他还在影坛百乐 《慧眼色良区》 李修言 王家伟 刘振伟 都经过一手提携 所创作的 永佳影视 名震香港 他究竟是谁呢? 他为什么被人称为 《香港影坛》 最后一个电影存在呢? 如果要在香港影坛 找出一个可以升任 电影制作流水线 每一个崗位的人 可能是他 陈芬奇 常人所谓 做一行 就爱一行 对于陈芬奇来说 就反过来 爱一行 就做一行 只要被他看中的职业 很难不成功 在从业五十多年的时光里面 他经历过无数次的角色转变 或者是半途出家 不过他一定可以后来居上 成为人眼中的标杆 每次角色的转换 比他更加通透地了解行业 为下一次转身作伏笔 他业外挑战 不喜欢被人哭 挑战新的领域 是他的终生的乐趣 例如 王家伟对他的评价 说陈芬奇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才 陈芬奇出生了一个富裕之家 但出生之后 没多久 父亲因为生意失败而导致家到中落 小小年纪的他 就需要出来打工养家活儿 年幼而瘦小的陈芬奇 工作无力 很多老板都看不上眼 为此 他跟着各路名家学习 跆拳道 龙形拳 荣春等传统武术 年轻轻 他已经跆拳到黑大 打工的日子 呼噪 苦门 在做工之余 陈芬奇只对一样东西有兴趣 就是电影 他想过去做电影广告绘画师 电影胶片充印缘 但都没有门路 最后经过亲戚介绍 十五岁的他 考入邵氏音乐陆音部门当同工 拜王福宁为师 跟着师傅边学边做 当时的香港影坛是邵氏天下 而王福宁是邵氏的首席配乐师 很多潜质人口的名歌 例如《不了情》 《今宵多珍重》 《南平晚宗》 《我的中国心》 都是出自他的手 《名师出高徒》 小徒弟陈芬奇在随后的日子里 也展现他自己对音乐的天赋 师傅将一些少事 没有那么重要的电影 交给他配乐 他毕竟年纪小 得不到导演的信任 为此 陈芬奇特意留起了小胡桑 让自己看上去成熟一些 这片桑 一流就是五十多年成为他的标志之一 凭借着个人的天赋和努力 短短十二年 陈芬奇就已经将香港 和台湾七成的电影配乐 全包了 这个时候的他 三十岁而已 在常人来说 如果一个人在三十岁的年纪 做到一个行业的顶尖人物的话 这个人肯定是天才 更毫无疑问 是一个成功者 不过现实之中 知道陈芬奇的 除了同行之外 也没有其他人 因为在当时的香港电影大环境之下 配乐根本没有人重视 很多人问起陈芬奇 你们干什么 陈芬奇说 我是电影配乐 这些人几乎会统一口径地 问一句 电影有配乐吗 每次他都要花一番顺舌 才解释自己那一行的陈芬奇 不禁于这样被淹没人后 生性好动的他认为一个人的兴趣 应该可以是广泛的 他在私杀中 怎样可以令自己的兴趣更上层流呢 来 祝你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陈芬奇在配乐界 已经是愚入中天 大部分矿片都只是找她一个人帮忙 这对整个配乐界来说 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 陈芬奇也心感忧虑 他觉得自己再不退出 新人就沒有機會鍛鍊 於是,選擇洗手不光 開始將精力集中放在做導演 為此,他專門拜訪當時 飾演《光頭神探》走紅的大盜 這個奮鬥室大有名堂 因為入面,坐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奮鬥室走出來的人 沒有一個不是大名鼎鼎堪聲香港影壇的動量 正式拜了詩 學了電影拍攝的陳芬琦 幾年之後就交出自己的答案和文卷 街人有約 空心大少爺 提防小手 出出不是橫掃票房的佳作 就是大家眾口一詞的好作品 其中 提防小手還開創香港現代舞動作喜劇片的風格 當時的動作片以古裝戲為主 成龍和金布等人想來想去希望有些變化 但迫於投資人的壓力 只能做一些文初的功夫片 體驗於古裝戲的觀眾 看到《提防小手》裏面穿著西裝jacket 打中功夫的動作片的時候 眼前一亮 飄防現在很好 其中成龍看了這部電影之後 就特意找來這個陳芬琦 直接說 喂 你拍出了我心裡所想的 於是 他就有了以後 成龍主演的 五福星 警察故事等等 一系列的現代動作喜劇片 成龍被陳芬琦的影像風格所影響 對他的好感也都倍增 兩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也開啟了兩個人之間的合作 1991年至1993年之間 陳芬琦和成龍合作了兩部電影 分別是《非鷹計劃》和《霹靂火》 這兩部電影是成龍早期電影風格的成型作 也可以說是陳芬琦導演生涯的巔峰之作 由於從小練習多家拳術 陳芬琦還在這兩部電影中 客串參加武術指導的工作 為成龍設計了光猛靈麗 又兼幽默搞笑的武打動作 兩部電影紅片了大江南北 亦受到外國資本的關注 其中三名公司便聘請成龍作為三名汽車 亞洲的終身代言人 為成龍的國際巨星之路再添一筆 轉行做導演的陳芬琦已經取得不少成績 成績非常好 此時的他已經離開電影配樂有十年的時光 這十年入面 陳芬琦幾乎沒有再碰過電影配樂 他離開這十年 香港電影配樂入面 可謂天翻地覆的轉變 首先是配樂師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觀眾開始明白 認識了配樂對一套電影有多重要 新一代的配樂師中志榮、黃英華、胡偉立等等 雙計墓頭、同時期的黃尖、盧冠廷等人 在這十年之間已經名震天下 英雄難來忌養 看得如此盛世 陳芬琦有沒有選擇回歸呢? 1993年 耳東星導演的《新不了情》開拍了 這部電影是耳東星導演生涯的代表作 出場中要對電影各方面的要求極為嚴格 配樂呢 就請了著名的音樂人鮑匪達擔任 但是鮑匪達的配樂 總是差一點點 總是差一些東西 達不到耳東星的要求 耳東星自己也不太明白 究竟問題出在哪裏? 情急之下 耳東星就想到陳芬琦 此時的業外人士都以為 陳芬琪不會再做配樂了吧 二東星只是抱著 儘管試一試的心態就找陳芬琪 想不到陳芬琪很爽快就答應了 陳芬琪之所以願意幫她配樂 一方面是寄養 另一方面更重要是 跟她的師父王福寧有關 《新不了情》是《不了情》的翻拍之作 兩部電影都是講述 諾珀的音樂人和天才女歌手的愛情故事 音樂在全片中佔了很大的比重 而老闆的《不了情》 佩樂師正是陳芬琪的師父王福寧 所以陳芬琪對這部電影有不一樣的情結 陳芬琪在仔細聽過《爆彼達》的佩樂之後 聽出了是《爆彼達》的佩樂 在節奏上出了問題 佩樂本身十分出色 但《爆彼達》並不是電影業人士 對電影的節奏不了解 陳芬琪對原版佩樂做了剪輯 刪減了不必要的元素 以《東星》聽過之後大為滿意 並在影片結尾 特意製作了特別名制的名單 將陳芬琪的名字列在第一位 《新不了情》一經上映 就斷獲得第十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六大獎項 《二東星》也憑此片獲得金像獎最佳導演的獎項 是十年前的景象 自己一定要冷靜下來 重新研究一番現代電影的配樂 才可以跟得上節奏 陳芬琪雖然是一個興趣廣泛的人 不過他絕對不是一個衝動的獎項 其後幾年間 陳芬琪推掉了絕大部分的邀請 只接手《二東星》導演的兩部電影的配樂 作為巿手之作 與此同時 陳芬琪潛心研究中國古典音樂 和西方電子樂的特點 進一步昇華自己對配樂的理解 陳芬琪一直想將兩者融合 但聽到他這個想法的導演被嚇跑了 沒有人願意為他提供作品讓他視手 與此同時 自己公司入面的一個新人 引起了陳芬琪的注意 講到陳芬琪的電影配樂 影迷最熟悉的 一定是他跟王家偉的一系列合作 王家偉就是引起陳芬琪注意的那一位新人 當年的王家偉只不過是新藝成奇 是一名編劇 而這個姓王的個性是出了名的 萬公出世貨 經常拿到幾個月的薪金 都交不到一個劇本 忍無可憐的王八明將王家偉炒魷魚 一個編導被炒魷魚 在電影界是很醜怪的事 意味著所謂能力不達標 所以沒有人願意接手王家偉 陳芬琪看過王家偉的劇本之後 覺得這個人是個人才 就將他納入規格 而當時的王家偉正在拍攝自己的新電影 《東邪西毒》 一向走在時代前面的王家偉 對配樂的要求是既古典 又要先鋒 又要新 又要舊 兩樣都要有 這種要求 對於陳芬琪來說 自然是再好不過了 正好成為自己 閉關出山的士金石 《東邪西毒》 《東邪西毒》 《天高孤影任我行》 《天高孤影任我行》 後來的事 了解電影的觀眾可能已經猜到了 陳芬琪為《東邪西毒》 譜寫出了全世名曲 《天高孤影任我行》 整首曲子、樂曲、蒼良 《天高孤影任我行》 陳芬琪的配樂事業 和王家偉的合作之中 達到了頂峰 其後 王家偉的重慶森林 和《墮樂天室》 都是由陳芬琪配樂 《墮樂天室》 更是令到陳芬琪 获得了第十五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 最佳配樂獎 在這個之後 感覺自己在配樂事業上 做到頂峰的陳芬奇宣佈徹底退出配樂圈 從此再無縁止配樂製作 只有在2009年的東邪西毒修復版裏 才再次為蓋片配樂 陳芬奇是射手座 用他自己的話來講 自己生性都是不安分的 喜歡新事物 喜歡挑戰 尤其是喜歡挑戰一個新的領域 為自己帶來新的刺激感 做配樂和做導演都有一番成就了他 下一個目標會是什麼呢 早在麥家的奮鬥室中學電影拍攝時 曾志偉等人經常說 叫陳芬奇不如幕後走向台前 曾志偉對陳芬奇說 你可能我見過幕後人員之中最英俊的人 當時香港影殘的演員之中 生得奇形怪狀 不過大紅大主的人大有人在 滿面橫欲的成輩安 五短身材的曾志偉 肥石無比的紅金寶 面貌英俊的陳芬奇要入行做演員 其實易如反掌 不過只不過當時的陳芬奇心思 只是花在怎樣做導演 做演員這件事就擱淺了 直到後來跟老友記成龍聊天的時候 成龍就說其實做導演 最好就是從演員開始 你才知道演員心裡面在想什麼 這句說話提醒了陳芬奇 走到台前的這顆種子 因此埋在他心中了 了解了所有電影的一切以後 那我決定自己想做導演 然後又想做作機編員 然後就好朋友 說那你先從演員開始吧 那就把我一個長得這麼奇怪的人 拉近墨前做演員 因為成龍的勸告 陳芬奇開始他的演員生涯 演员生涯初期,多数都是做Carré Fair 直到《红金堡》的《败家仔》拍摄 陈芬奇仍然是自己第一个被人记住的角色 《败家仔》中,陈芬奇饰演大反派魏菲 这个打一手好拳的角色,广乏是为陈芬奇量身订造的 由于陈芬奇年幼时已经拜师集舞 所以演得上来顺手捏来 片中原标饰演的梁赞和陈芬奇饰演的《败妃》 以泳春对龙泉的好戏更是动作片中的经典 陈芬奇的古装扮相飘逸进朗为观众所喜爱 而陈芬奇的文气亦十分出彩 2003年,她自编自导自演的年代剧《上海探歌》在内地播出 一经播出,迅速在观众里面积累良好的口碑,好评如潮 剧中人物《服装精美》 陈芬奇饰演的流发归来的精英任天祥出身贵族 一举手一头足之间有一种天生贵族戏 做导演和做配乐,积累下来的深厚学识 让陈芬奇身上有一种不同于香港大多数演员的温文耳雅 这个现代新史的角色被陈芬奇演绎得十分到位 亦可以说是陈芬奇职业生涯中最知名的一个角色 常人眼中,入一行则忠于老是对一个人很高的评价 意味着这个人有精一求精,肯钻研的精神 这些精神在陈芬奇身上都有 但陈芬奇几乎造遍了影视圈内所有行当,无一不精 研究其原因除了陈芬奇性格好动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陈芬奇在圈内人缘极好 每次想要转行的时候都会遇到贵人相助 做配乐的时候因为有师傅王福宁 做导演是因为墨家,做演员是因为成龙 好人缘的陈芬奇不但常常受贵人相助 他自己也落于助人 陈芬奇懂得赏识年轻人 给年轻人发展的机会 而对于老一辈也是仗义执言 看不过眼的就绝对不会说好 这个令到陈芬奇去到大人物口中 都被称为大哥了 而作为王家伟曾经的老板 王家伟出走后,两人从未断联系 在王家伟准备一代宗师期间 有三年时间是拜访民间角落武林宗师 王家伟不懂武术 打头阵的就是陈芬奇 成龙三次进军荷里活 前两次都不成功 只有陈芬奇点醒成龙 你是在不恰当的时候做不恰当的事 因为荷里活还没有从李小龙的影响中摆脱出落 你今回出山只会成为李小龙的替代品 你是成龙,要做就做你自己 之后,成龙抛弃了自己以前设定的 硬派功夫巨星形象 以功夫喜剧明星的形象进军荷里活 终于成功了 陈芬奇在人生事业上 可以说做到了常人难以到达的高度 和她同一级别的没有她的全能 有她全能的就没有那么专精 可谓十分圆满了 不过陈芬奇的个人生活就十分不幸 2014年,陈芬奇的女儿陈开心 在香港将军澳宝林寺跳楼身亡 香消玉运 她的女儿是她心中的治爱 取名为开心 是希望子女一辈子可以开开心心过日子 谁不知这个名字叫做开心的女儿 因为感情问题走向不归老 陈芬奇曾经说自己的女儿 好似自己 都是好动大胆的性格 自己本来不想让个女儿入行娱乐圈 但经不住个女儿的极力劝说 最后深远放了女儿进入娱乐圈 但没想到最终是害了她 入行娱乐圈 意味着一举一动都要受媒体的监控 陈开心感爱感恨 曾经和多位艺人有个感情经历 这些经历 经过媒体之手爆出来之后 全部变了味道 什么小三、放荡等字眼不绝于意 加上被黑客、曝光私人照等事件 令到陈开心幻想抑郁症 最终走向不归老 对于跳楼的事件 对陈芬奇打击极大 陈芬奇本人亦都于近年 患上了罕见及高度恶性甲状线未分化癌 暴瘦三十斤 已经不服当日神彩了 在女儿过世之后 陈芬奇选择终结自己的职业生涯 一心抗衙 自此一代电影奇才 彻底退出了电影圈 终观陈芬奇的职业生涯 她叛徒出家 几乎所做的每一份行当 都是从零开始 但都展露出她的天分之高 取得的成绩 真是可说举世罕见 香港电影挖起于草莽 讲究人定胜天 在这种情况下 人兼多职的人有很多 但只有好像陈芬奇 是真正意义上做到了 做一行正一行 称得上是真正的天才 在香港电影 逐渐向专业化的今天 已经没有需要 身兼多职去拼搏的大环境了 好像陈芬奇这样的 无所不能的人才 这几十年来都没有 将来恐怕也都难以出现了 在我们娱乐圈里面 有一位叫做N的女子 她入行超过三十年 成绩辉煌 拍了接近三十部电影 名片无数 包括《投奔老海》 《倾城之戀》 《女人四十》 还有《天水为的日与夜》 和《逃者》 以及最近引发了 烈烈议论的黄金时代 她四夺香港金像奖 两夺金马奖 堪称为香港史上 最厉害的一位电影导演 但是就是这位众人眼中的明导 她对着记者的时候 竟然有点害羞地说 她说这个人其实很普通 没有什么好写 这位就是许安华 甚至被人称她 是香港最后的一位女导演 如果要不开明导的外衣来看 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不买屋 不结婚 年过六十 被称为老女孩 明天无数 但是票房 就往往和口碑成反比 热内盛赞 但是就没有人愿意做第二位许安华 怪女人 明导演 许安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电影导演 许安华 正在继续 在众生的人群里面 有些人看上来 总是有点怪怪的 就比如这一位 已经过了六十岁 但还是剪了个冬菇头 在一个很少女化的发型下 但就趁着一张不再年轻的样子 而她双脚就穿着一对 涂了鸦的converse的布鞋 当她去到一些隆重的场合的时候 她经常会穿着一套 黑脆脆的 全身穿狗保宁的打扮 也有时她会和一些明星一样 她都会化化妆 不过在眉目之间 就可以看得出她的一种坦然 和不妥协 媒体人黄彤彤 将许安华形容是一个老女孩 什么是老女孩呢? 就是穿着二十岁时候的衣服 和喜欢二十岁时候 还是喜欢的那种男孩 她或者已经很成熟 但就一点都不小股 她或者有点复杂 但一点都不运续 永远都保持着好奇的心 永远赞叹 期待其遇 梦想并不是她的目标 而是她的一种气质 老女孩是成熟 但是不小股 所以更加能够保持到 她一种真实和诚恳的性格 而这些品质 在许安华 如何评价自己的电影里面 都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封劫》 《撞到正》 《胡悦的故事》 《头奔老海》等等 这四部最初拍摄的电影 虽然本来一般的评论和票房 都算是成功的 但她自己呢 竟然认为 那个感觉是不停的drop 而《倾城之戀》 她就会说 肯定是失败了 而《书简恩仇六》 她就说 好stupid 简直和时代脱节 接着就客途抽痕 她说 都是拍得很粗 风格都不够稳定 好了 到极度追踪了 她就形容说 简直是没精打采 有气无力 不公认她的代表作 《女人四十》 她都觉得 实在有太多地方是不理想 好像有缺陷 不好 很差 都是她用来评述自己作品 经常用的字眼 这样批评自己发 就好像她的装扮一样 难免令人感到有点惊讶 不过这样 我们再想一想 其实这些就是艺术家 对于艺术的认真态度 但是 对比对于艺术的执着和认真 许安华对于她的生活 似乎就较为不认真 这位香港知名的导演的生活现状 一定会令到一些 喜欢猜测名人生活的人 大跌眼镜 根据媒体的描述 许安华未婚、没有子女 和八十多岁的妈妈住在一起 到现在为止 还在香港的北角那里 租了一间屋来住 这位香港最厉害的电影导演 每天都是拿着一个 超级市场的大袋 每天去逼地铁 她有一个很知名的故事 是这样的 有一天 她的一个影违 无意中在街上撞到她 开始的时候 认不出是她 还以为是一个大审 她就向许安华问路 许安华很有好地 详细地解释给她 怎料到后来 对方再清楚地看下 咦? 这个不是她的偶像许安华吗? 于是就立刻要求和她合照 许安华当场拒绝 她说 不好了 不好意思 我还赶着有事要做 没有买到自己的屋 出街 又像个大审的许安华 或者在一些人眼里 是一个功成名就的窮人 和义女 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 除了电影 穷这个字 也都是经常被提及的 不过她表示 她说 已经很厌烦 整天都提起这些东西 她说 不买屋 只要个人觉得没有这些必要 没有屋 我都很有安全感 反正我又没有子女 我又没得留给他们 没有屋都没所谓 不过 许安华的确不是一位 很有钱的导演 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我想这个和她 不肯自拍商业广告 是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在拍摄商业广告上 她是可以为了一种执着和矛盾 她说 我不是那么喜欢拍广告 但是为了赚钱 都是要拍的 香港有很多导演都拍广告的 有些还是不喜欢 找一些名气大的去拍 因为名气大的 人们可能会觉得你太贵 太过难服侍了 不过 这样的机会 也不是很多 前几年 我都只是接拍过一个广告 她还补充说 其实 我一直都没有排斥过拍广告 只不过 如果要找大明星去拍一些 洗头水的广告 我就未必懂得拍 在许安华的世界里面 钱的前面 是放了艺术两个字 不过 如果以为她是绝对的清高 以孤方自想来面对社会 那又错了 因为她身上 其实都有着千千万万 普通人一样的矛盾 因为她需要生存 她需要继续得到拍电影的机会 所以 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说 她也和世俗社会有着妥协 就算她不愿意拍一些明星洗头水的广告 但是 其实她都会追求电影的商业票房 许安华电影《不缺口碑》 譬如近年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还有《天水围的日与夜》 都是典型的许安华式的文艺片 不过口碑很好 但是票房就相当惨淡了 在矛盾和妥协之中 许安华可以说是一步一脚印 跌跌撞地在电影的道路上向前走 坚持虽然只有两个字 但是一点都不容易做得到 缺少无爱的童年暗藏心结 坚持幼稚爱情观直至不分 老之张志深生恐惧 名道许安华也是一位普通人 困境和心结如何化解 电影倒图许安华稍后继续 这里是香港卫视 在许安华的电影里面 有一种很奇特的情怀 就是那种在沧凉的人生里面 很焦虑地去找 但结果只留下一种无疾而终的伤感 而这种伤感和焦虑 和他没有母亲的童年 是有着很大的关系 许安华是出生在安山 他爸爸是一位国民党的文书 当许安华仍是两个月大的时候 就跟着爸爸妈妈移居到澳门 五岁就去到香港 而去到十五岁的时候 他才知道原来他妈妈 是一个流离的日本人 他一直都不了解妈妈 童年的时候 也没有在妈妈得到 足够的温暖和照顾 在1990年 许安华拍摄了半字转电影 《客途秋恨》 说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有一位日本的女子 叫做葵子 嫁给了一名中国的军官 军官在退伍之后 在香港工作 他的妻子和女儿 就留在澳门的老家 为止因为语言不通 和他的老爷奶奶和女儿感情很疏远 在女儿晓恩的心目之中 妈妈是一个自私自利 只是懂得打牌的坏女人 她有妈妈等于没有妈妈 从中学开始 她就离开家 在学校寄宿 但是 当她在英国读完碩士 爸爸又去世了 而妹妹也出嫁 而且还移民了之后 小欣 就只能够回到香港 照顾妈妈了 许安华说 电影中的妈妈 和我在二十岁前 对妈妈的看法 是一模一样的 二十岁前 我心目中的妈妈 是一个很虚荣的女人 她不会做事 她只懂得扮漂亮 而当初 许安华的妈妈 知道要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她拿着一张报纸来 骂许安华 她说 你怎么可以 把我家里的东西 都拿来拍戏 而这一部电影 也都成为了 许安华 和妈妈 关系的转裂点 她化解了许安华 和妈妈之间的隔膜 从极度的疏离 变得慢慢增密 到了现在 六十多岁单身的许安华 依然和她八十多岁的妈妈 住在一起 当同龄的人 都已经升级成为婆婆 儿孙满堂的时候 还是单身的许安华 对于自己的状态的形容 就是 两个老女人互相支持 于是 不少人对她的爱情观 和不结婚 就相当好奇了 红尘自己 男许男 这顿饭 我请 不好意思 我是男人 客户女人 是男人的天性 李梢的伟大 就在于 她以女性为中性 在我的诗论里 凡是青少女人的诗论 都是二等诗论 包括女排在那里 都不是什么大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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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大诗论 有人从许安华的电影里 找到她的爱情观 但是她说过 对爱情的处理 主要是出于戏剧性的考虑 不代表她的爱情观 其实 我都不太懂得爱情这件事 我年轻的时候看到的 都是一些浪漫主义的爱情 但是我自己的爱情经历 都不像得书里面那么浪漫 通常我都是很失望 其实在爱情方面 我反而不会好像对待电影 那样去总结经验和思考 因为我觉得 经过分析和总结的爱情 一定就不是真正的爱情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保留着那种 很幼稚的爱情观 妈妈有一次突然跟她说 她说 你其实不太适合结婚的 许安华自己都想了一想 她都觉得很认同 她说 你30岁之前 我都曾经考虑过结婚的 挺好 两个人可以一起学习 一起生活 不过 其实 我真的不太适合结婚的 因为我都不喜欢照顾人的 也都不喜欢被人照顾 虽然她有一种不会衰老的心态 也都好像很坚强那样 但是 时间是一直向前走的 谁都不能够改变 年轻的时候 不考虑的问题 都会开始浮现 去到她的面前 就是让路这个问题 好像她自己 和她妈妈的养老 在许安华的电影里面 关于老年人处境的刻画有很多 女人四十之中的公公 还有天水围的人与夜里面的 梁老太 和陶姐电影里面的老人家 他们所有的困境 是不是都影射着许安华 她对未来隐约的担心呢 她曾经对自己的未来 做过一些很现实的想像 就是 早上我就出去外面拍戏 到我下班的时候 那我就回路人院了 是不是很好笑 她就是这样说 看着看着 陶姐是在2011年拍的 她承认是因为年龄的关系 所以对剧本一见如故 她说 因为我都老了 我都65岁了 又单身 是即将会孤零零老死的一个女人 陶姐经历了我内心所有的恐惧 她说她用电影来化解自己对于衰老的恐惧 她说 拍完《陶姐》之后 就看开了 无论是金钱也好 或者是子女也好 其实都于是无补的 都是解决不了孤零这个问题 因为都是无可避免的 于是 她就不再怕变老 和不再害怕老毛所依了 但是 老毛所依的恐惧可以解决到 而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许安华是不愿意去解决 就是她对于电影的热爱 曾经有人问许安华 她说 你怎样可以做到 终身都可以献身在电影里面 她的回答就是 哦 行 早点死了她便可以了 听起来好像很刻薄的说话后面 其实就是埋藏着她的诚实 死了才会终止的热爱 也都证明她对电影的态度 是多么热情 从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巅峰 落入票房的低高 许安华电影 潜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撑起香港本土大旗 关注平凡人的命运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做第二个许安华 三十年电影之路 又应该何以为计 电影倒途许安华稍后继续 香港这位知名的导演陈嘉尚 她说香港电影之所以能支持 是因为我们很幸运 因为我们还有王家卫 还有许安华 而不是因为有我自己和王晶 在这个这么困难的局面里面 还在拍一些和文化有关的电影 许安华 杜琪峰 甚至彭浩祥 这些人的电影 大部分时间 其实都不能进去内地卖 即是说票房和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依然在捉紧文化的定位 捉紧香港人的定位 以及捉紧本土文化的一些做法 如果不是他们的话 港产片 看法就已经再没有生命力了 这种肯定和称赞 固自然是很好听 只不过实际要做起来 以及要坚持可以做得到 过程就不是真的那么轻松 女安华说 我每一部电影都找不到人投资 开死腹中是经常试 我的经验是 五部电影才有一部可以拍得成 多钱当然赚不到 原来少钱都未必赚到 不是你自缸身价 人家就会肯投资在你身上 如果他觉得不值 即使是少少钱也未必愿意出 就好像2012年大热 勇奪威尼斯最佳女主角 横扫香港金像奖五项大奖的图者 在开拍之前 其实都处处碰壁 没有人肯投资一部 是讲工人和少爷仔之间的温情的戏 最后他要求助于刘德华 才可以获得投资三千万 当去安华找上门的时候 说了一句令到华仔很伤感的说话 他说 我一直都不够钱开拍 你可不可以帮下我 我们看看陈家上他说的 去安华那几位导演最有价值的地方 其实就是捉得着香港人的定位 和本土文化 刘德华他在分析图写 容之碰壁的原因 也是这么说 他说 因为许安华一向拍 很地道的香港题材 所以在内地的反应 就不会太特别了 这些成也萧河 拜也萧河的香港本土 在许安华的电影里面 究竟又是什么呢? 在许安华的电影里面 我们看到 并不是所有的香港人 都好像TVB那些连续剧的律师 医生那样 是拥有高尚的社会地位 而我们看到的是 一些乌云密暴的天气 一些又老又残疚的贫民区 和一些很凄逼的街道 这些才是香港抵层市民的生活状态 许安华是以真实的方式 很平静地展示这种生活状态 来传达对个人和对城市变迁的重视 和对漂泊和历史的关怀 不过这样的香港不够光鲜 这样的电影飘房也有限 但是看回许安华 佔路头角的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 他的封劫就是揭开了香港新浪潮 聚幕的重要作品之一 胡粤的故事《头奔老海》 就是新浪潮的巅峰作品 香港一位资深的影评人 聂夫曾经说过 他说那时候的许安华作品 几乎是无可匹敌的 要好评有毫无论识的膨胀 要票房就算是重影 都比不少有号召力导演的同期上映的新作 只不过在1984年后 他就跌入了一个不明朗的时期 他的影片的水准参丝不齐 而票房也一路惨淡 新浪潮里面的宠儿 为什么会突然倒退呢? 佔安华的惨淡 其实并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 其实在香港电影 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崛起 在八九十年代的辉煌之后 整体已经在走着下坡 1987年 邵氏电影的停产 也是一个讯号 当时 香港电影市场的资金 已经出现问题 而衰弱的原因 一 就是电影同质化的恶果 比如 《堵合一成功》 倒置开头的电影就数不升数 其次 就是群雄并起 香港 不单只会面对荷里活的冲击 而周围东南亚各国的电影 也都在蓬勃地发展 第一流的人才 也都流失去到荷里活拍片 再其次 香港的文化 已经不能够再满足电影的发展 之前的经典已经难以突破 而对于日渐开放的大陆市场来说 香港电影也都不容易满足 要求越来越高的观众 在商业大片《横扫全球》的趋势之下 许安华本土化文艺电影的色味 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只不过许安华一直都还是许安华 她并不急于迎合或者转向 她觉得自己应该做自己善长的事 她说我拍香港的题材并不是对抗性 只要是因为故事我想拍 另外我也都很熟悉香港 觉得比较有把握 对于香港的导演 演员纷纷都不上大陆去挖金 她说我不是说我不想拍内地的题材 如果我可以拍的我也会拍的 我很喜欢拍戏的 我不是因为这是一个使命 或者是什么特别的作用 我只是很幸运地 能够做回我自己喜欢的事 但是她就像一个赌徒一样 从来都不会离开这张电影的赌桌 如果还有可能的话 她还会一直这样赌下去 在台湾的导演蔡明亮的电影《河流》里 有一段情节 是说李康生巧遇许安华在拍戏 他们两个一直在吃饭盒 许安华就坐在李康生的身边 在那里吃烟 因为太大风了 一直都点不着火 所以许安华就把自己穿着背心 拉起上来 然后很粗鲁地遮住 然后就点火了 然后突然之间 她就心血来潮地说服李康生 去扮演一个浸死的人 而片里的许安华 她是完全没有化妆的 她的头发剪得很短 而声音又很粗 还在讲台词的时候 说到微飞色舞 好像真是恨不得直接 把对方拼匀 然后扔到河里面 她的一份执着和热情 近乎粗迷的重影状态 都被导演蔡明亮 很有力地勾画到拍出来 这一位就是怪女人许安华 也都是老女孩许安华 电影倒逃许安华 自称为自己很普通 但是她的确是一位 很值得人敬重的电影艺术家 很多谢大家收看今期的《香港故事》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